大家好,我是名人站Regine 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的YouTube频道 我今天会为大家开箱的就是Hermes品牌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个系列就是Rulis系列 其实它都会有分这个尺寸的 有分这个mini尺寸和23尺寸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3尺寸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叫它做猪鼻的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称号呢? 就是因为它那个扣那两个圈圈就有些像猪的鼻歌 所以那些人都会叫它做猪鼻 那23尺寸很多人都会说它很大 但是如果你背上身整体来说的比例都不会算太大的 那我手头上这个就配上银扣 银扣就比较清新一些和年轻一些 而且我觉得猪鼻的开盒是非常之容易的 那它将它的翻盖摄一摄的位置 就其实开到的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拿东西或者放东西的话都非常之方便 而且我手头上这个颜色是大象灰色 那大家都知道大象灰是爱马仕当中最热买的颜色 而且是必入的颜色 加上它这个皮质是用了TC皮 那其实猪鼻如果用TC皮的话也是非常之少有的 而且它TC皮也是比较挺身少少 粒纹比较大 而且这个皮质也是比较耐用 不容易刮花 而且也可以保持袋的形状 那它后面呢也设计了一个暗袋 可以给你放下八达通啊 或者易拿的东西 那你可以放电话都没问题的 容量空间都非常大 那它会有条肩带 那它另一边的肩带是可以拆射的 那它里面的容量空间都可以放到长包 分了两个隔层的 中间也都可以放东西 那这个位置呢就比较扁 那你就不可以放一些比较厚一点的东西 那如果你放厚一点的东西的话 它会凸出来的 那还有一个内贴袋 基本上女士你出街要用的东西呢 它都放到的 还有空间净 所以23尺寸这个袋呢 也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使用率呢 也是非常高 因为它也是 就是它够装东西 那我现在示范上身给大家看一下 那刚才也说了 它那条肩带是可以 另一边是可以拆射的 那它另一边的设计呢 是用了这个按压式去设计的 那如果你想改变的背法的话呢 你就很容易这样拆出来了 那你首先将固定的那个放进去 那然后 按一按 那就可以整条塗了下去了 那我现在示范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上身后果 那它这个长度呢 其实都比较适合斜背的 那它这个长度呢 其实都比较适合斜背的 那它那个背法的话呢 你就将 另一边呢 拉长一点点 然后穿过它呢 那它就会短身一点点了 那你可以 当手抽啊 或者 液下包都没问题的 那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手拿 那手抽 好 当液下包都没问题的 现在都很流行的液下包 短身一点的肩带那些 袋都OK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袋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过来尖沙咀门试 找我去试这个袋看实物的 你都可以下载我们apps 我们有其他款式 或者其他颜色可以给你选择 那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和share出去 还要订阅我们youtube channel 我们每一天呢 都会分享手带给大家知道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